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聽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李小姐在電話旁邊 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在電話上來這裡 他說買小紅 我想他已經買了 而且我想問 因為我今天看報紙 他說市房是19500多 本周到20300 20400也沒有 波幅就是這樣 我想問現在買一紅 怕不怕呢 他們又說如果去不到20500 即去不到20500 對回到19800 但我不知道他講的意思是 這幾天還是今天 好 我們續提續提 先講你的股份 1496是有阿積邦租任的 暫時股價是7毫至1 跌幅超過1% 李小姐7毫三先一 就有貨的 這些時候應該 應該怎樣的部署呢 應該在什麼價位可以止蝕呢 當然你說今早 7月3日入了的時候 當然現在就叫做 輕輕跌下來 像表上說 叫做市貨在三格 但我覺得 又不可以說 你的部署 你的買入不對 或者叫做錯 因為始終講清楚 今早一來市 就這麼快 聲音升上來 來以回暫時幫租 本身昨天見完 6低位之後 就有一個明顯反彈 兼且今天開出來 都叫做突破20篇線 似乎好像形態上說 是有些向上突破的情況 所以今早追入 我覺得其實又不是一個差的做法 但沒辦法 暫時來說 好像一個假突破現象 現在就壓下來 的確整個形態來看 就是一個長期下降的情況 的確你說得很對 我覺得就不是太美 所以我覺得這樣說 如果你以今天收市前也好 或者是明天短期回來也好 看一看這條十天線 大概六毫八指左右 究竟能不能站得住 如果你接下來 是繼續站在六毫八指樓上 我覺得你再短期拿著它 駁它再突破20天線之後 以大概七毫八指做目標價 但如果下面來計算 真的接下來短期 例如今天也好 或者明天回來也好 是穿回十天線 穿回六毫八指樓下的 我覺得你短期來說 考慮止市場才會比較好 謝謝Rafi 第二條問題就是 李小姐的朋友買了熊仔 接下來的大市走勢 你又怎樣看呢 當然我相信市場 其實還有少少條件 可能會借勢彈多一點 但彈多一點也好 我覺得油未必會太多 因為這樣說 始終整個市場 今早也說過 整個五月初 叫做累計跌了不少下來之後 前一陣子兩個星期滿了很久 前一陣子更加成交非常低 所以昨天說過一點就是 當成交那麼低 可能隨時一日夾一夾不出奇 結果今天回來 真的確實是夾上了 但為何說 都覺得還有條件 可能稍微想上呢 我覺得 以這刻來計算 除了今天升勢是強之外 更加成交比較大一點 而且以這刻 更加上回二十天線樓上 所以我覺得只要接下來短期 例如這一兩天 能夠繼續站在二十天線樓上走 我都覺得真的有條件 可能試一試二萬零五百點左右 即是借近五十天線樓的水平 所以我覺得如果假設你的朋友 真的買了紅證 在這些位置買了 以二萬零五百左右 做一個指示位 如果假設個市場夾上去 是突破二萬零五百的 我覺得你到時候 紅證未考慮先走了 但也突破不了 當然我覺得就再拿一拿 因為如果突破不了這位二萬零五百的話 那我相信其實後市來計 都依然有條件 可能會反覆稍為下下試 因為始終整個 即是現在 我覺得暫時都是叫做 約了這麼久一些反彈為主 但始終後市來計 其實都還有很多因素 是可以阻礙著市 例如今早都說過的 就是你說不如六月份 究竟美國加不加息 MFCI這些 或者是深港通等等 全部的東西 其實都很多的左右成 所以我覺得假設突破不了二萬零五百的話 下面來說 我都覺得真的 再試穿二萬零下機會性 還有在這裏 所以我覺得可以二萬零五 做回這個所謂熊仔的一個短期指示位 謝謝Raffi 李小姐還有其他股票問題 你是說二萬零五百 是否說這一兩天 這幾天還是星期一之前 還是只是說今天 應該不是只是說今天 當然不是今天 我覺得今天能夠升二萬零五 那就比較誇張了一點點 因為其實現在都升了差不多五百點 現在都是二萬零三 如果要升到二萬零五 即是待會要升到二百點 當然不是我沒有機會 但我覺得機會性不是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可以留意 例如未來這一兩天 真的能夠看看二萬零五百 究竟能否突破到 如果突破得到 看到我世界再強 到時熊仔就先考慮指示 但大家看到到時都突破不了 或者動力都不是那麼強 我覺得其實如果升不穿這位 再下市回去機會性也有 李小姐還有其他股票問題嗎 現在先來買1088神華 是不是不是很好買 1088中國神華 暫時股價十二.5 升了很多上來 升了百分之五 在近百分之六 這些價位可否告罪 當然你說以煤炭股不斷強調過 整體的機報面 其實它還是很麻煩 其實不斷也是 但是你說這一陣特別急襲 的主因 就傳整個煤炭的行業 接下來六月份可能都會加煤價 好像形成一個比較利好因素 在今天炒上去 但是講真句 這個加煤價的情況 我覺得就不等於整個煤炭行業 是叫回暖 因為其實講真句 以往年都是 很多時候六月份 設中國內的電企 他們的電廠 可能煤的庫存比較低之下 都要補回煤的庫存 變相那一刻 對煤的需求突然多了 其實很多時候 過去那麼多年的六月 都會有少少少煤價上調的情況 所以其實不是一個特別的因素 只不過就因為整個煤炭股 叫做約了那麼久 有這下的一些少少的一個 覺得它會有機會加價 少少的考作性 令到股價就比較強一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問到我 整體剛才說到基本面當然一般 說真句 中線的考慮就絕對不建議了 但如果純粹以短線走勢來說 那是否叫做沒有一個直撥性 當然我覺得又未必完全沒有直撥性 我覺得始終你今天升第一棍升 又未必只升一棍那麼少 但如果你真的這下純粹撥得短線的話 我覺得你一定要嚴守指示位 即是你撥不中而真的下去 穿某些位置 考慮指示來嘗試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撥回這一刻來說 看看今天收市前 究竟能不能夠突破五十天線 大概在十二個四十八樓上 如果能夠站穩十二個四十八樓上 去臨收市前站穩樓上 或者覺得是站穩樓上去走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短線追一追 目標價可以放回到十三個二樓上的水平 但到時來算 那支撥位一定要放回到大約十二元邊 我覺得穿回十二元左右 即是今天的低位附近左右 考慮指示來嘗試 我覺得只要你肯十二元走 其實風險性又不算太大 好,謝謝Rafi 也多謝李小姐的電話 收到電郵 就是想問Rafi883 有隻海偶 暫時股價九個一毫 百升幅超過百分之三 Igon百分之四 看到趙山是九元零四仙有貨 帳面上賺少少錢 指站位可以定在哪裏 如果以回九元零四仙 其實我覺得就開始考慮吃了護� 因為一方面你見到油價 雖然這幾天就跌了一些 但以整體的價格來說 其實都是屬於近期 即今年裏面偏高的水平 但你見到油價是屬於一個 今年裏面偏高的水平也好 但你見到油價 雖然這幾天就跌了一些 但以整體的價格來說 其實都是屬於近期 即今年裏面偏高的水平 但你見到油價是屬於一個 今年裏面偏高的水平也好 但反而中海郵特別都不斷強調 它是一些上油為主的公司 但它的股價上說 其實就未至於今年的高位 反而之前四月份見過高位 但近期就比較黏 即是變相這一陣 不太跟得足油價上升的情況 所以剛才提到一點 之前油價這麼強都跟不足 反而這刻油價這幾天開始偏遠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都可能 來到海郵會不會有機會 叫做低一點都不期 所以如果與其你九元左右買 叫做都比較近期的低位的話 開始考慮想吃虎 我覺得都不是一個差的做法 但當然可以多看一會 就是看一條五十線線 大概九個二左右 例如在今天來講 或者明天回來 究竟能不能突破 如果能夠突破得九個二 我覺得你的目標價 擺上九個四左右的水平 但如果突破不了 我覺得在大約九個二附近 考慮一點點地址 賺離場才會比較好一點 謝謝Rafi 看到中石油股價五個三毛三 升幅近百分之四 而中石化股價也升百分之四 也步五個二毫半 時間差不多了 先跟你做回申報 剛才提及股份 或者指數相關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 多謝你長順的分析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有 有聞必答